现在为大家介绍图绘特喷涂机的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,检查压力阀,确保载灵的状态 如不载灵的状态,则会增加发动机的负载,使发动机启动困难 第二步,检查回水阀是否打开,确保回水阀在打开状态 因为需要用回水阀,先将泵体内的空气排出 第三步,打开发动机的开关,将封门掰至左边 油门加至四分之一后拉动发动机,待发动机启动后关闭封门即可 注意,封门在冷机启动时需要打开 如果是在热机状态,就无需打开封门 热机状态下,打开封门会使发动机降游 第四步,增加油门至三分之一处 顺时针转动压力法增加压力 代料流畅排出后,说明泵体内已无空气 第五步,将压力阀减到零 然后关闭回水阀 注意,如果直接关闭回水阀,容易将发动机编灭 容易损伤回水阀 第六步,加大发动机的油门 顺时针转动压力阀,加大压力 观察压力表,确保有压力后,即可使用喷枪作业 最后,工作完毕后,需将喷枪压力卸掉 直到喷枪不出料为止 然后打开回水阀,将剩余涂料排光 待涂料排光后,把发动机油门减小 让发动机缓冲三至五秒后,再关闭开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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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开关